各位,读书重要吗? 上了英文课,老师告诉我英文很重要 上了国文课,老师告诉我国文很重要 数学老师又告诉我数学更重要 到底哪一颗重要呢? 妈妈说,每一颗都重要 但是,有一个比知识更重要的就是人品 从小到大,这本弟子规就是我生活的老师 教会我好多好多做人做事的道理 让我更明白如何做一个更棒的自己 身为小学生的我,今年七岁 我能为爸妈做些什么呢? 弟子规这本书教会了我 生活当中,父母忽运呼唤 父母命心无赖 凡是自动自发做个听话的好孩子 不让爸妈操心 还有还有,我经常给爸妈写字条 爸爸,我爱你 妈妈,我爱你 谢谢爸爸妈妈 I love you 虽然简单了几个字 但我希望爸爸妈妈也能知道 雨萱好爱他们哟 妈妈,我长大了 不再是小孩了 你送我的这本书天天陪着我 我知道你要我做一个脚踏实地的人 懂得感恩 妈妈请您放心 我知道前方会有你的温暖陪伴 各位,读书很重要 选择一本好书更重要 让我们一起好好读书 好好做人 这是给父母最大的回报 谢谢大家